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家宅解读实战营的竹江老师何曼宁 今天进入我们家宅解读实战营的第一讲 家居环境的科学原理分析以及重要性 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先要为大家解释一件事 由于口罩的原因,目前北京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 一些区域管控是不让进入的 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课程能准时上线 所以本系列课程的前几讲 我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录制的 所以课程右下角并没有显现我本人 但是请大家相信,每堂课程都是何老师我亲自讲解并录制的 也请大家理解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的内容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博弈堂国学院的创始人 传统文化调理师,国学与现代的教育教师 15年的医学经验,同时擅长环境堪与,头像分析,梅花艺术,性命学,像法学等各方面 也是中国最早从事微信头像识人数的讲师之一了 今天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是家居环境的科学原理以及重要性 将通过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什么是风水学 二,学习风水需要遵循的三大原则是什么 三,家宅环境对人影响的科学原理 四,环境造八字 在课程开篇,我希望为大家一起来树立一个课程将达成的目标 我们本系列课程是一堂从零基础开始讲解的家宅环境布局课程 目的是为了让没有艺学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够快速学习和掌握风水知识 最终得以运用 通过本系列课程的讲解 您将系统的学习到怎样判断房子的内部格局的好坏 以及居住者的影响 房屋流年对人运势的影响 住宅内部各类家电家具的正确摆放位置 您还将学会判断室外各类形煞对居住者的影响 您还将了解到龙虎印堂的真正用法 以及如何挑选理想的互行 您将真正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 学习我的课程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把风水基础打扎实 构建起医学思维 从今往后 看风水再也不会是一头雾水 也不会觉得引傲难解 之前不明白的地方都会有理有据的掌握问题根源 灵星碎片化的知识呢 也会通过我的讲解进行穿连起来 让您对传统文化不再迷茫 更加清晰也将对传统文化更加的着迷 好了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什么是风水学 它是一门研究自然环境 利用自然环境 达到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一门学问 风水学认为啊什么天体运动 地表山体建筑形态 以及万事万物所产生的能量和信息 都在无时无刻不对人的心理和身体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表现在人类个体上呢 就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结果 所以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就会对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 比如说让居住者心情愉悦了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做事事半功倍 预示有贵人帮扶 夫妻感情和谐 人丁兴旺 快速提升财富 或者是获得更高的社会荣誉感 等等各方面 而差的居住环境呢 就会对人产生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情绪定落 容易生病 做事情有阻力 受小人陷害 孩子不服管教 甚至是家庭破裂 风水呢 在汉代 他称之为勘于学 唐代称之为地理学 我们现在称它为风水 最早呢 是来源于两晋时期的孤朴的著作 叫《藏书》 里面记载的一句话叫 气乘风则散 借水则止 古人聚之始不散 行之时有止 故为之风水 通过这句话呀 我们不难看出风水中研究气的重要性了 在农村的住宅中 主要研究的是地气 在城市楼房 主要研究的是天气 而在商业环境 主要研究的是人气 祖坟呢 主要研究的是麦气 在古代 风水其实都是帝王术术 普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 也不允许在民间流传 相传风水是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学问 这个官方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民间是严厉打击风水学的 给百姓灌输风水学都是迷信 都是封建这样的帽子 尤其是宋代赵匡应年间 皇帝下赵书 什么天文 像书奇门六人八字阴阳风水等等 在民间都不得私自学习 否则将会被押送官府处理 如果私藏风水类的书籍 那更是会被处以刑罚 而现今社会对于当时来讲 已经算是比较开放了 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 以及一些成功人士 对风水尤其关注和重视 甚至前几年 我国的这个风水学 差点被韩国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在日本呢 申报风水为世界文化遗产 韩国将整体风水地理 列为了国家遗产保护的项目 在美国很多小学和大学开设了易经的风水课程 美国甚至将幼儿园开在了养老院里 老人喜欢孩子 用老人身上的阴望之气和孩子身上的阳望之气 来达到协调和平衡 老人身体更好 孩子成长更快乐 新加坡我们知道有一个集团啊 叫新加坡新天地集团 他早在2012年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家 敲过钟的这公司 什么叫敲过钟啊 就是上市了 而咱们中国呀 似乎对上面这些不太感兴趣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生活环境 喜欢传统文化 尤其是一些成功的人士 比如说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 他就说过 别人和我讲风水 我去相信风水 别人和我讲科学 我去相信风水 而且我迷信风水 阿里巴巴设立了七个分公司 就是出于风水的考虑 我们在香港第一次租办公室的时候 我跑进去一看 我说不行呀 这个位置虽然很好 但是它风水不好 前面那个公司一定关门了 于是呢派人去查 果真前面关了六家公司 所以我给我的助理说千万不要去 还有就是在任何城市 当你在当地说我要建一个最高最高的大楼的时候 那好了 这公司肯定要倒霉 我统计了一下 这个企业的大楼 如果是最高的 它一定是最倒霉的 你像纽约的世贸大厦 就是一个典型 你看这是马云的想法 香港长江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也曾经说过 我一生啊 独信风水 在我盖香港总部长江集团中心的时候 我听从我风水师的建议 一般呢 这个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 他说风水师告诉他 长江集团中心要高过旁边的汇丰总行179米 但是一定要矮过另一旁的中营大厦367米 如果在中国银行以及汇丰总行的最高点画一条斜线 长江集团中心就在这条斜线之下 同时呢 史玉柱也曾经说过 我现在肯定是属于很相信风水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很顺 他不信 但是当他遭遇了波折的时候 他自己感觉无法把握命运的时候 他就相信了 王永庆也是 他说风水 不管您信 他也有 不信 他还有 比尔盖茨 微软创始人 他说 我来到中国要租房子的时候呀 就要请风水师看过 才敢用 不光在中国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要开微软分公司的时候 那选择住房都要请风水师看过 否则不敢用 所以想想看 这些成功人士在成功之前 其实都是笃性看不见的暗物质 暗能量的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风水学的传承者研究者 也需要带着理性的思维 与时俱进的思维 去对待这门流传千年的学问 做到取其精华 剔除糟粕 相信而不迷信 信赖而不依赖 真正的明白 没有拳击的风水 只有不足的人心的道理 风水是要靠玩的 要玩好风水 而不是被风水所玩弄 好了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半块 学习风水需要遵循的三大原则 一 平衡原则 平衡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讲的是阴阳 阴阳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学问 《易经》中说到 一有太极印 事生两仪 两仪就是阴阳啊 阴阳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 只有平衡了 事物才能发展顺利 风水也是一样 如果不能保持平衡 就会产生问题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人的这一呼一吸之间 是为了使体内的废气排出来 氧气吸进去 人不能只呼不吸 或者只吸不呼吧 这也是平衡 而农民种地的时候啊 这个幼苗长出来时 要建苗 什么是建苗呢 也就是要拔掉多余的小苗 目的是为了保证留下来的这个苗呢 有足够的水分养分 得它能够干什么 能够更加茁壮成长 这个其实也是在讲阴阳平衡 再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种 一高一低 一冷一热 一大一小 一动一静 一湿一躁 都是需要保持在一定的平衡中的 那当保持平衡了 人和生物才会舒服 但是你一旦打破了这种平衡 就会遭殃 调整风水 也是利用平衡的原则 不是说我们盖房子 看着往东边能多占一块地儿 就把东边给伸出去了 你以为占了便宜 其实家宅风水学中讲 有一突出去了 必有一凹进来 所以就是有一突 必有一凹 知道风水吉祥物 你说能化煞能摧彩 于是你把家里到处摆满了吉祥物 这样进到房间你下不去角 其实也是违背了平衡的原则 好东西它并不是越多越好 所以平衡较好运 失衡必有损 好了 再来看第二大原则 就是流通原则 很多人问啊 为什么东南缺角 放上一颗绿植就会有作用呢 其实这里用的就是 能量的转换和气场流通的原则 因为我们知道能量它既不会凭空消失 它也不会凭空产生 那缺角的位置就是缺少了这个方位五行流通的气 气场的流通就会因为这个缺角产生阻碍 我们知道中一角不通则痛 房子也是一样 哪个位置缺角 房子所对应的身体位置则会产生问题 当通过学习了解到 比如说东南五行帷幕 缺了东南角 就缺了五行流通中木的气的时候 我们通过外在 摆放木形属性的物品 就会对这个气场流通起到好的作用 所以只有房子内外 气场流通顺畅 房间才会有生命力 对居住者来说 才会有积极的影响 好了 这个就是流通性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舒服的原则 就是舒服有情原则 离开人的居住舒适度 你只谈风水化解 说白了那都是耍流氓 我看很多人都在这样做 但是你反过来 你只谈舒服 不讲这风水 那这也是无知无畏无尽的表现 外事环境里面 比如说山环水绕 背后有靠 前面名堂宽阔 左右两边青龙白虎忽悠 体现的就是一派祥和友情 但是反了 水路返背 背后就是一条马路 名堂又逼泽 青龙白虎缺位 体现的就是无情失利的原则 那具环境中呢 它体现的是什么呢 宽敞明亮 干净整齐 家具家电各居齐位 人居得齐位 体现的就是积极的正能量 但是反过来 脏乱昏暗的 狭小闭塞的 什么脱皮的 发霉的 物品摆放的 不得齐位的 那体现出来的就是整个房间的消极情绪 对居住者来说 身心健康一定会产生无力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这门学问 都是建立在帮助大家解决房子平衡 流通 舒服 有情的问题 掌握好了这三大原则 即便是在不好的天年 也能让你运势顺势而为 平稳度过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板块 家宅环境对人影响的科学原理 好 先来看 缺角的原理 我们知道啊 一般的这个气流 都是从哪里进入到房宅的呀 是不是都是从 都是从我们的这个进户门 对吧 都从进户门进入的 好了 当我们知道通过进户门 进到房宅里的这个气 进来以后 进来以后 在室内他进行一个大循环 比如说他顺势针旋转 或者是他逆势针旋转 当这个气从房子门口 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 缺角的位置 由于气流运行不畅 将导致这个位置 长期得不到这个气流的运行 就形成什么了 形成了一团死气 时间一久 那这个方位所对应的身体部位 就会出现问题 我相信大家对我刚才的这个提示 已经清楚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光煞影响的原理 我们有没有去过果园去采摘呀 或者是谁家里面 种植的有果树的呀 我们这个果能为了使这果树 下端的这个苹果 也能够变得红彤彤的 现在想了一个办法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上 铺上一层反光膜 这样呢 就能够把太阳的光线 反射到这个膜上 这个膜呢 在反 太阳照射到膜上 这个膜反射太阳光 照到这个树的底部 让这个树底部的苹果 也能变得红彤彤 大家想想看啊 既然光能够影响植物 那么人呢 一定也会受到光的影响 或急或凶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幅图 如果您长期的这个居住环境 或者是办公环境 一直有这种光煞 反射过来的这个光 而且又是非常刺眼的光 照射到您的卧室 您的客厅 您的办公桌上的时候 长此以往 那么对于居住者来讲 会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紊乱 对于这个学习 或者是工作的人来讲 那么您的这个学习就容易分心 那工作也容易分心 所以人和动物 人和植物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气味影响的原理 科学家曾经证实啊 一些微妙的气味的变化 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发生改变 甚至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那想想看 既然是微妙的气味变化 能够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就能改变人行为了 那您要如果处在垃圾处理场附近 是不是就容易情绪化 易怒 想法消极 甚至是身体患疾病呢 那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你反过来 你想想看啊 很多这个女性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想去相亲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让自己的身上 喷上香香的香水 为什么 使人心情愉悦 使另外一半对他有好感 两个人的感情能够升温啊 目的就是这个 再想想看一些这个高档的酒店 一些娱乐场所 是不是里面也是香气扑鼻 尤其是女性到化妆品店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到里面 在门口就能够闻到 一些扑鼻而来的 这种清香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进去一下的冲动呢 有的 所以好的气味产生好的影响 那这个 差的气味 或者是难闻的气味 那就会让人产生一些 不利的影响 不利的情绪 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就是气味影响的科学原理 好了 通过上面讲解的几个方面 其实一点概面的去想想看 还有一些光波 还有这个声波 无线电波 还有这个磁力波等等的 你说这些波会对我们人产生影响 它会大还是小呢 或者是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我想这个就由自己来分辨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四个板块 环境造八字 为什么说环境造八字 是因为父母在孕育子女的时候 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金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个时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这个金子卵子去来比喻成两粒种子 比喻成一粒种子 不相同的两粒种子 如果两粒种子 你种在干旱的土壤里面 和种在肥沃的土壤里面 我们知道 由于干旱的土壤 它缺乏的养分 缺乏水分 对吧 它可能就会造成枯萎 也许根本就长不出庄稼 也有可能长出来以后会非常的瘦弱 对吧 但是呢 当一粒种子掌握种在这个肥沃的土壤里面的时候 那也是由于环境不同 环境好 又加上有雨水的滋润 有阳光的普照 你就会发现 这粒种子最终能够长成庄稼 而且能够接出硕果累累 想想看 种子是这样 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当父母着床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精子和卵子 它非常的健康 那么它孕育出来的孩子 也是相对健康的 那如果说本身 它的这个精子 或者是这个卵子 有一些先天的问题 那么想想看 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会 带到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体体内 孩子也会是 有一些先天的问题 但是你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来影响的呢 一定是居住环境来影响的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有一句话叫 没有遗传的环境 没有遗传的疾病 只有遗传的环境 也就是说 疾病没有说 你爷爷也得了高血压 之后 你父亲也得 您呢 也得 其实不是因为 你们有这些方面的基因造成 当然 它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其实就是跟你爷爷那时候 住的这个家宅 有一定的关系 当这个家宅的环境 对它造成一定影响的时候 你父亲也在这个房子出生 于是 你父亲 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 当他有这样的基因存在 当他居住的 小时候居住的这个房子 比如说 南边有高压电 发射塔 大烟囱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无论长大以后 他成家了 或者是工作变动 搬迁了 无论换了多少套房子 他总是会吸引感召来 南边有形煞类的这个房宅结构 为什么呢 这个就叫同频共振 你有这样的这个气场 你就会感召这样的房子 于是 你就依然会持续患有这方面的急患 而且居住时间久了 只会越来越严重 于是在这套房子里面呢 就你父亲呢 又怀了孩子 于是就生出来了这个自己 那自己身体内也就带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场 于是长大以后 尤其是人到了中年 就产生了像父辈一样的这个急患 于是也就得了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高血压 这个其实就是环境造八字 那我们学习这个目的 你说老师 我都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了 是不是也就是改变不了了 既然孩子也改变不了 我的八字也改变不了了 那算了 就不要再去纠结这方面了 不是这样啊 孩子还会有孩子啊 所以我们在学习环境勘语的时候 在学习风水的时候 什么时间去学都不晚 什么时候把它不利的影响规避掉 也都不晚 所以当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意识 当我们遇到了这门学问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气场感召 您想改变的时候已经到了 那这时候就一定要抓住机会 一定要提前把我们不利的气场 去给它处理掉 如果要是实在处理不了的 我们很有可能就要逃跑了 那在风水学当中 最主要的化解有三个字 就是拆补遗 拆是什么 把不利的把它拆掉 补是什么 缺的我们给它补充上 对于一些煞 我们把它化解掉 遗是什么 遗就是逃跑啊 不对的地方 那我们就给它就赶紧一就逃跑掉了 就是脱离这种环境 但问题是如果您不了解 您不学习 您不懂得的话 您会发现您每每找的房子 总是正东是卫生间的 您再换一个 还是敢找正东卫生间的房子 为什么 您就觉得正东卫生间 您觉得舒服 进门 左手边 就是卫生间 觉得很舒服 所以呢 您就总会吸引感召这样的房子 当我们知道 这类房子不好的时候 或者哪些 哪些方面是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外力 强迫我们说 我找不着这样的房子 我就事不罢休 我就不搬 或者是说 我就不买 于是通过外力 硬生生的 给您把这个外环境改变了 于是你就发现 您之前得的一些老病 它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了 似乎也没有再加深了 在这个房间里出来的下一代 似乎也没有 自己身上的这些疾患了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环境改变了 气场改变了 那滋生这个疾病的土壤 没有了 你帮它给止住了 那么 在不利的 您现在目前已有的一些 不利的气场环境下 那我们就把 这款问题也就解决掉了 所以 我们用种子的这个例子 来为大家 分享 分享的就是 大家一定要对环境造八字 一定要有一个准确清晰的认识 同时呢 你说老师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似乎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证明 其实在锦阅全书中呢 就有指出 男女交合 我应在石和气爽 情思清宁 精神弦欲下进行 你看看 你咱们古人说的非常非常清晰啊 在什么时候 石和气爽 情思清宁 精神弦欲 这指的就是什么 这指的不就是 你的身心要愉悦 你的环境要好吗 这样 得子 非为少及切 聪慧 贤明 这样生出来的孩子 才会少及患 才会多聪明啊 所以你看这古人多聪明啊 给我们一起早都已经把这个大智慧都给我们囊括在短短的几句话里面了 古人有云啊 大风大雨大雾大寒大树不孕 就说这些天气里面最好不要受孕 雷电霹雳 日时月时不孕 就是这些有日时了有月时了也不要去怀孕 甚至没有明月的阴沉天气也不孕 你看 这都是古人讲的 这个不是迷信 恶劣的自然环境会给夫妻双方心理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以理想的受孕应该具备什么 风和日丽啊 空气清新的内外环境和精神振奋 精力充沛的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 再加上温暖的女性子宫 为什么要温暖的女性子宫 她要着床啊 为什么说这个女孩子不要穿露旗装啊 露着肚旗 那你想想看你的子宫得不到这个温暖 那到以后这个受孕方面 那就会受到一些的这个局限和干扰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决定胎儿形成的良友和八字的优劣 所以古人是不是太智慧了 我们虽然已经不能改变自己的八字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更好的成长环境 为孩子的下一代打好基础 您说是吗 好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期为大家留下的作业 一谈谈您对风水的理解 要求五十字以内 二 您家中有风水问题吗 是否因此而吃过亏呢 也可以选择一二进行阐述 发到我们的班级群里 本期重点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风水学 风水学需要遵循的三大原则 家宅环境对人影响的科学原理 以及环境造八字 下期将为大家介绍风水流派以及认知 我们怎样判断外部环境的优劣 怎样判断内部格局的优劣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暂时告一段落 各位同学 我们下期见